警方今年派上七遊行 港島多區都有人聚集、堵路 警方多次用胡椒噴劑、石水炮和催淚彈驅殺 拘捕超過三百人 其中九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銅鑼灣麗頓道埃蚊繼續有人聚集 在附近掘出磚頭 並且用雜物堵路 有人在富明街放火燒路障 起到有人到波斯庫街 早前被破壞的美心西餅 釘汽油彈 消防到場救息 大批人在附近堵路 防暴警察到場 將多人禁在地上鎖上鎖帶 在時代廣場附近 晚上七點多 有警員到場驅散 有人向警員釘水瓶 防暴警察在扶手電梯射胡椒球彈 進入商場搜查 大批人被扣查 坐在地上等候逐一查身份證 都近九點超過二十人被帶上警車 現場警員說他們都是涉嫌非法集結 至於下午的情況就由柳浩亭報導 下午近三點半 銅鑼灣一輛電單車插著光復香港旗 駛向警員方向 再高速轉入謝飛道 到柯布年度交界 電單車撞到警員之後失控 司機跌在地上 其他警員隨即將他壓住 警方說三個警員手捕和膝頭受傷 二十三歲司機涉嫌瘋狂駕駛 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消息說他因涉嫌煽動在場示威者 觸犯國安法 銅鑼灣禮頓道有人叫香港獨立的口號 警員舉起新的紫色旗 警告在場的人可能違反國安法 又在白德申街折查一個男人 手獲一幅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 放大來看 旗幟左邊寫有No to和不要的字眼 警方消息說捕他的時候已經見到 但根據指引 明示或者暗示港獨都可能構成 犯罪行為 另一個女人亦因為展示港獨標語被捕 亦都有人被搜出寫有民族自強 香港獨立的貼紙 警方的執法指引亦都提到 在示威現場揮舞香港國的藍白旗 或者旗次寫有香港獨立 香港人見過等字眼都可以視作違法 尤線電視記者劉浩亭報導 一手採握有線新聞